今晚3月25日的谷草野菜有几笔码值得你留意 在讲这几笔码之前 我们首先在这里要恭喜一位姓关的朋友 这位叫关的 他说他用了之前的计算表和数据库有大约过半月 试过中过两次过两关 他说他这次第一次就给他过三关 非常多谢我们提供这个计算表给他用和教他 是集中用Top2骑士上将的同程实力码或者他程实力码做胆 这样去拖 他这一天就买了一四五场 全部都用Top2骑士的码做胆 第一场是四笔田祖千尔 他持的胆如果是实力码 他持的是雷电勇士 也是没有来拉骑的 这次这笔码是可以放头的 OK 他持着这个胆 然后脚 就很容易了 贵内上两仗短途 田祖千尔实力 就选好有无敌 春风得意 和长盛宝区 其实 他和我们是 差不多 我们持着雷电勇士 好有无敌 春风得意 那我们要了一把 潘顿那把初出马 那些专家觉得是有机会的 就没有要到 最慢的那把长盛宝区 但无论如何这条Q都是 跑四十二 雷电勇士跑第二 就胆跑第二 春风得意跑第一 这条Q是派92.5 而在第四场 阿关就持 也是top2的 骑士 潘顿那把普仁 如果你去你的 职业排位计算表那里 普仁是上将的 他情实力码 是谷操1650 又有一个 很强的犬径 特别是 书本身位 就是说 他就扎这匹胆 如果拖就拖同情实力码 所以他去那个计算表那里 千四 水箱上三丈桂内 千四 统情实力 就信拖了 三生好运 铁胆威龙 牵然齐飞 拖这三匹 其实跟我们 那个分别也不是太大 就是说 我们拖三生好运胆 最终都是跑 三生好运胆 普仁 这条是冷 普仁第一 三生好运跑第二 他是派447.5 当然 我们自己就喜欢 三班走路里的名音上 和放途那一笔线路容区 其实都是 那个道理差不多全部都是 这些全部都是同情实力码的 也都中的 第二关就被他 中了一条447.5 他一拖三也都搞定了 那第五场呢 第五场呢 三班千二 他就抓潘 这一笔平海掌声 也是莫雷拉的 这一笔马胆 这一笔大业满点几倍的 拖也都非常容易拖 在计算表那里 贵内 上两丈填草千二实力 就信拖了 大合适 快乐 欢腾 和开心人生 其实跟我们 亦都是 四匹马 都是一样的 当然 我们看到这匹马 冷 如果过三关正路就拿这匹 但是如果过两关博冷 我们就 喜欢那匹大合适博冷 OK 他当然 全部选拖到的骑士 就是平海掌声 他拿平海掌声 胆拖这三笔 就是跟我们这 四匹马是一样的 结果也是一条 冷 平海掌声 答 快乐 欢腾 这条 派三八三十二 这位阿关 就说他平时买的不是很大 通常都是买五元 他由于没中过三关 所以他 即使一拖三 他都是买五元 那成本是非常之低 三尊四 是二百七十元 给他拖到七万九 那我就在这里 恭喜这位 阿关 继续努力 记住记住 如果你好像阿关 平时 简胆 不是那么稳的 那最好 我们一直在这里建议你 就是 TOP2骑士那些 紧张 特别是上将的 同情实力码 或者是 上将的他诚实力码 做胆 OK 拖个人之后当然去 计算表那里 以同情实力码为主 他诚实力码为父 好了 在这里恭喜 这一关继续努力 也有那句 你还会有排中的 另外 我们收到一位朋友 他就说他刚刚开始用我们这个表 他现在正在练过两关 他说他又不是很熟 不敢买过三关 他就见到我们 蔡前 在这个频 channel 提供一匹冷马 亦都是莫尼拉的 自然君子 他就 进拖了 由于他过两关 因为他有看我们之前的视频 我们讲过 是进拖 当你有冷门的时候 所以他拖了六匹 然后呢 头关是第一场 亦都是 跟我们 差不多了 青森星好有无敌 二门车神出锋的二 这些全部都是同情实力码 和潘顿过不 他就买了 二穿一的Q 过关 二百四十万买 收了三千元 他说非常开心 他说 这样买 以后这样练习 是不是OK的 还有我们有什么建议 你这样做是对的 当你过两关的时候 你是不需要怕的 第一 他全部都用类性的 特殊奇斯做胆 雷电勇士雷神 自然君子都是 第二 有少少 建议 就是 你买的时候 最好你提一提 比如自然君子是冷门 通常他那些Q 你就不需要担心 通常都有分头 因为这只胆冷 如果你是热胆的时候 比如第一场 第一场 如果是雷电勇士 如果是雷电勇士 雷电勇士 如果是雷电勇士 雷电勇士是严门的 四拖五七十二 看到吗 四拖五 七十倍 十二 其实都不是那么好分 是不是 甚至四拖八 都说十两倍 最热的那些 最冷的那些 都是十倍松 这样买二穿一 你就很难 很难 给你 打到大 是不是 一几千元 就会有 如果你说个饼呀 几饼呀 难度比较高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形 假设你这一天 持有的主力 是这一场 你持有的 自然君子 这个是主力 去射的时候 其实你是可以 找其他 搭一个top two 骑士的场次 去射的 是不是 例如 如果你是第四场 是不是 如果你是持有 普人的话 这个也是 潘顿的 假设你持有 普人 十拖一二三 是不是 如果你看那个 Kill的倍率 这个你买 过两关要看 OK 看不见 十拖一二三 其实基本上 好有 都几百元 好有分头 是不是 这样买呢 你就反而 就有机会过饼 是不是 那么当然 你如果不买十元的 你可以买五元 是卸两条 有分头的 是不是 因为你现在买的是 十元柱 你可以卸两条 Kill的关 二串一 是买五元柱 万一其中一个不中 另一个都可以中 是不是 例如 或者 假设第五场 道理是一样的 是不是 如果你持有 亦都是莫利拉 平海掌声 胆着拖 十二拖 六九十三 如果你看那个赔率 十二拖 六 九 十三 起码有三百多元的Q在这里 是不是这个也是同情实力 这样呢 你就反而 有机会被你博取大了 是不是 如果好像这一天 如果你持有第二场 那个一拖六 赔五元一注 第五场 买五元 其实你就可以收 五千四 是不是 如果你 再买多五元 就是八二元买第四场 假设你就可以收 七千多 OK 所以 如果你们 是平时 是有一场 是比较冷一点的 Q过关的 冷满胆的 如果你是 买二串一个关的话 如果你们持有的 也是TOP2KC的二满的话 那你最好 查一查那个赔率 OK 如果全部都是 10倍松一点的 那你买二串的 就非常难 过到 过饼 OK 所以这件事就值得你留意 OK 那都是那句 你这样练习 是非常之好的 因为你的成本都是几百元 那你如果一中了 都是 过千的 OK 那都是那句 继续努力 好了 说回今天 3月25日的菊草夜菜 首先有两匹 值得你留意的 就是第3场的 一号精算八方 另外就是 第7场的 7号 肥仔威威 这两匹马上象 我们都要你留意的 而这两匹马上象 全部都在直路上 遇着意外 而落败的 所以这两匹马 建议你看看他们上象 为什么会败 你会看到 全部都在直路上 是没有机会望空而落败的 即是有因 说回第1匹 为什么这一匹 精算八方值得留意 如果你去你的 职业牌的计算表 去那个实力码 这些全部都是同程实力码 是不是 你记住这场是1000 谷草1000 跑1000 永远第一件事都是 放头码 你看到很明显 近两匹 甚至近三匹 都没有放头码 是不是 如果你拉下去看 近匠的他程实力码 你就会见到 有一匹 精算八方 是不是 他正正在 沙田 1000米放的 如果你看他的时间 他的前速 是比那个标准报处 是不是 这是第1 第2 他的末段 亦都是 快过标准的末段 第3 他的本身时间 亦都是 快过标准的时间 换言之 这一匹蔡玉汉的马匹 这匹放头码 是具备1000的 前头前速 本身时间 甚至 没断的 OK 所以这匹马 今天 没什么放头的 1000实力码 他会是 在这个位置放头 是非常之有利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第1匹 值得你留意的 马匹 而且这匹马 也不是太热 是7.5倍 是1匹 非常之值得你 和有价值 值得你留意 和有价值的 实力码 OK 上一仗就是 讲过了 你要看带 因为他跑直路1000 最后是没有位置给他上 另外那匹就是 第7场的肥仔威威 上一次如果你看肥仔威威 他是1匹 1600米的马匹 上次 跳程跑1800米 我们有推介觉得他是可以的 主要原因就是 如果你去 你的数据库 你看中长途时间实力 如果你选谷草 1650 你看到 肥仔威威是 是今季 排第2 快末段的马匹 是不是 这个时间 那 他 另外就是排第4 那场就是 22.52 也是非常之快的 和时间还做到1分38.97 会员次 其实他这个时间 是好过二班的时间 是不是 具备 很强的 传劲 好了 他今次回来跑他赢马的路程 我们上一次说过了 这匹马的传劲非常之强 和很长 那预作今场 亦都是 那个步速不快 通常会偏慢 就是没什么快放马 换言之 大家又要斗 末段 OK 传最后那一段 这个肥仔威威的末段 在这一场 如果你看 同情势力马 当然他的末段 凸了出来 是不是 他是整季 整季 所有谷草千二 他是第二块的末段 OK 所以 这匹马上一次爆到1800 也是直路 在里面 是没有位置出 是失了 1800 所以这一仗 回来正宗的路程 也是 值得你留意 和关注的马匹 OK 这两匹马 当然 都可以 值得你去考虑 拿它做 Q单 如果你喜欢这两匹马的话 当然 我说 喜欢的意思就是 你必须要花时间 去刨这两匹马的 赛迹和看它的带 OK 好了 那就说回另外 有一匹的冷马 是值得你加入 你的组合 这一场就是三宾谷草千二 那个焦点 大家都放在 武士精神那里 这样的原因 就不是太难理解 如果你看武士精神 在这一场 虽然他排外档 他是不怕 因为他是 咬前跑的马 是不是 他几次都排外档 而且 他的时间在这里 在上两匠的同乘实力马 他也是凸了出来的 加上他那个末段 也是凸了出来的 所以 焦点马 这一匹 武士精神 这场是大二门 是有他的原因 更加是 方家柏 他有一个部署的手法 当他有一匹 质身马上的马 拨了一排 而上象有表现 这匹马上象就赢了 是不是 同乘实力马 他会回一回 怎样回法呢 就等他休大约两个月至三个月左右 研究再报同样的路程 然后他就会有一货责 他这个部署手法和他以前 其实是很多年前 如果你有留意 方家柏的部署手法 这东西值得你留意 OK 为什么 因为他上一仗赢的时候是十二月份 是不是 所以他休息了一月二月两个几月 这次再来 这是他 博撒的其中一个手法 所以这场的 无事精神 如果你拿它做胶胆 是完全没什么问题的 如果有实力马 但是为什么要留意化财宝呢 化财宝 无论如何 如果你拿无事精神胆的话 这批化财宝其实是值得你将它加入你的组合度 OK 第一 谷草千亿 它是排内洞有利的 第二它是匹冷门 十九倍 当然 选冷门不是因为它冷 你选它 是因为它具备实力 这场马 亦都是 没什么 放头的实力马 是不是 你说那个 报处会不会快呢 亦都不会太快 可能中等报处 是这样的情形之下 在千亿米具备 短途没断 而且时间好的马白 是非常值得你留意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你去你的资源数据库 所以这个表你经常都要 你如果是看 短途 填草千亿 前两名 你会见到 发财宝在这个位 是不是 它做过的时间 今季在四班牙 在放头 即是咬二位赢 一分零八个四号六 1分零八个四号六 那个时间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 快过 一班的时间 和那个 吸制赛的时间 非常接近 是不是 吸制赛的标准时间 一分零八个四 它是一分零八个四号六 你看到它的头段 其实 快过四班的标准 头段一点 为什么它可以做到 一分零八个四号六呢 原因是它的末段快 22.05 那22.05 没段在填草千亿 是什么概念呢 其实你就可以去 数据库 中长律时间 中长律时间 看末段 是不是 那我们就 选择末段 就是填草千亿 是不是 这个就是填草千亿 你看到 发财宝在这个位置 是非常之高的 是不是 同一个末段 它和四季旺 是差不多 是不是 四季旺 22.05 它也都是22.05 22.05 是快过 吸制赛的 末段时间 标准末段 是不是 而且 如果你看一班 那批四季旺 四季旺做的时间 他占1分08.99 而他快财宝1分08.46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 他是 具备非常强的短途 末段 OK 好了 与着这场赛事 其实不是那么 的步速快的话 而且他排内档 会认为 有一个机会发生的 有一样东西发生的机会很大 就是这样 是不是 他在这里走 转完弯之后 由于他短途 草地的迁移 同静 是不是 不过他是 田祖 他是具备很快的门断 他是这个 非常之好跑的 刀门断 那时候 所以如果你 这场的话 你有其他的胆也好 拿武士精神胆也好 当然这匹马 你必须 考虑 值得你考虑加入 你的组合 就是配角度 当然你也都可以 如果你喜欢薄冷的话 也可以拿着这匹冷门马 如果林场仍然是冷门的话 是可以用它来做 Q 和PQ胆 是拖几匹的 是不是因为它冷的 所以买了PQ 例如 他考虑的当然是武士精神 另外一部分 是TOP2骑士 排一档的 瘦神 是不是 你就可以 反过来拖买 QPQ也都可以 OK 所以这一天 就这一部分 发财宝 是值得你去刷 值得你留意的 冷话 OK 如果你是职业排位计算表的用者 都是那句 今天 也有不少TOP2骑士的实力码 你是可以去运用它们 而选一两场 两场或者三场买Q过关 正如阿关 正如很多我们的用者 OK 如果这样做 买Q过关的话 你的成本只需要几个税 但是很有机会给你 赌大东西 OK 如果你还没有 职业排位计算表 和职业数据库 那我就当然 在这里建议你 拥有这两个表 因为 如果你 运用我们 在这个channel 一路教你 一路建议你 所用的买Q 过关方法 今晚 分分钟 帮到大夜 各位人士 就是你了 千万买不准 你平时买马 是不是经常 喜欢买Q过关 但很少命中 我说的很少命中 就是连 过两关都很少命中 你平时是不是很喜欢买 三重彩 四重彩 你所行的胆 甚至买福胆 都很少命中 你平时是不是很喜欢敲烂码 但不知道怎样入手去选 才是最有效 你是不是还没有职业排位计算表 和 职业数据库 这两个 好多职业团队 都所采用的 选码工具 如果是 我就建议你 立即 按我们这个视频下面 其实任何的视频下面 都可以 即是在视频下面 如要订阅请 请去以下 这个位 按进去 立即订阅 立即拥有 这两个表 为什么我建议你 不要再等了 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有四大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这两个表 已经有了 效果的证明 因为由上季之今 我们已经帮用者累积了 所收的彩金 已经过了千万 我们是全部有实例证明的 你可以看回我们 这个channel 你去我们下面的playlist 即是 即拥有计算表 如何帮用者 以小本 赢过万 那些实例 OK 很多很多实例 你可以看 全部都是 有实例证明的 那就是说这两个表 是可以真真正正 帮到用者 是用小本 帮到达 而且我们的实例 那些用者 所买的 都是全部 几百元 是不会用超过 一千元的注码 以外去 帮过万 是没有 全部都是几百元 所以这两个工具是可以真真正正帮到你 以小波到达的工具 而且有了证明 所以这个是我建议你 立即按进去 这个位 去订阅的 第一个主要原因 而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 我们教你怎样去用职业排位计算表 以小波大 而我们 建议你所买的码匹 全部都是 更像同正实例码为主 他正实例码为主的码匹 如果每次赛马后 你都喜欢看赛后检讨的 其实其中一个 检讨的 方向你可以看一下 那些码 跑油Q或者三红彩 四红彩的码 是不是经常是有 和正实码码特别是 紧张的 包办 如果你看之前 保证你会有惊人的发现 很多很多很多都是这些码匹 所以 正正是有这些码匹 所以这个职业排位计算表 就可以帮你有效地 在那些 更像的同情码 实力码里面 选择 真正有实力的码匹 去给你投注 而这个功能就是 计算表了 如果你要看这个channel一段时间 你应该知道 很清楚我讲的是什么 是不是 所以换言之 第二个 建议你立即进去 拥有这两个表的原因 就是 你可以 如果你是 用这两个表 是运用我们所教你的方法去买 就是买 Q过关 或者三重彩 或者四重彩 而三重彩 四重彩 只是将码弹排在第一第二 而不是行复式 而Q过关 你可以过两关 过三关 甚至你可以卖 马铁甚至 三铁都得 因为这些全部都有 用者中过 你可以看回这里 可以看我们之前 那些实力里面有很多的 三铁、马铁 全部都有人命中过 而且很多都是不断重复 所以 第二个主要原因 你需要立即运用的这两个表 就是 你以后 所买的码 是有非常之大的 命中机会 因为我们叫你后的码全部都是更像个同正实力码 OK 反正你 照着买 你可以 不断 重复命中的 而且 你所买的Q过关 三铺 都是 那个target都是过万的 就是说玩具话说 你以后所买的码全部都是 真正正正可以以小博到大的 可以博过万的 彩辞 这样买 你才有机会 博中大野 这样买 你才有机会 不断重复命中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继续买一段长时间 例如一季 两个月这样买 我可以保证你 可以重复命中大野 因为已经很多用者都是这样 有这样的经验 而且在这个channel里跟你分享过 是不是 这个第 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 用了这两个表 你每日 每个赛日的成本都是30元 其实30元就等于买 一个工具 去拣码 是不是 其实你每日 每个赛日 你都会 都会花几十元 30元左右 去买工具的 例如 赛前你可能会买 牌位 报纸 是不是 看赛迹 或者马步 看赛迹 赛日 你都可能会买 赛率版 或者看人家的提示 是不是 其实每个赛日 都差不多 你那30元 但是问题就是 你以前那30元 如果你买了很多年 那些工具 对你有没有帮助呢 如果对你有帮助呢 你当然可以继续去运用 但如果对你没有帮助的话 那为什么不转呢 因为 你每个赛日 也都是 只需要花30元而已 就可以立刻拥有 职业牌位计算表 和职业数据库 这两个很多 专业团队都用的工具 那为什么你不用呢 更何况这两个工具 才可以真真正正 帮你 用几百元去播个万 是不是 因为我们已经有 不少的实力给你看了 所以 我建议你 立刻去 拥有这两个表 按右这个位 如果订阅一下 按右这个位 立刻订阅两个表 的第3个原因 当然第4个原因也都很重要 因为 当你 立即拥有了之后 因为 你已经看过 我们这个视频 一段时间 channel 你会知道 怎么去买了 当你运用同一个方法 去买的时候 例如买Q的关 或者35赛 或者4重赛 在未来的赛日 分分钟 还打野 那位人士 就你了 千万不要不信 是不是 因为我们有很多都是 初用者 一买 即中的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不信 未来的赛日 可以播放大野 那位人士是你 而且还是用小本 去播放大野 OK 所以 最后 再说一句 如果还没有的话 就立即 按这个位 就是要订阅 请去以下 立刻拥有这两个表 立刻运用了 OK 千万不要浪费 任何的一个赛日 因为每一个赛日 都是你可以以小波 大的赛日 绝对不可以 互乱的浪费 OK 如果你觉得今次的视频 对你 选择 是有启示的 或者有帮助的 就麻烦你 在这个位置 like 不断按一按 鼓励一下 OK 如果你是 第一次看这个channel 而且 想学多些 关于 如何 可以真正 小本波 大野的买法 那我就建议你 按这个 就是订阅 因为为什么 当你按了这里 当你订阅了这个channel 之后 我们有很多新的video 新的方法 新的用者的心得 你就不会再错过了 这些对你以后 选码 怎样去选码 怎样去买码 怎样去投注 怎样去真正用几百元 去拨过万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所以你不想错过 以后新的video 就建议你 按这个位置 订阅 好了 我就在这里 就预祝你 在未来的赛亚 又过到关 又拨到大野 来贴 来吧